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期之内拜会民进党党主席苏贞昌联手罢免这些国民党籍立法委员 强烈表达在野党对政府的不满 我们来看看国民党立法委员好像目前为止老神在在哦 因为他们说这是假议题 不满国民党立委大动作封杀删除退休公务员200亿年终预算 亲民党副主席张昭雄偷出构想要联手民进党罢免国民党立委 马总统这段时间做了这些事情之外 加上国会的表决 国民党的立委都跑光了 他就认为说他是罢免总统办的 我们至少要对国民党的立委很多动作 亲民党支持者纷纷上脸书回应早该罢免了 传出张昭雄在一场参会上透露 渴望近期内拜会民进党主席苏贞昌 将60名国民党区域立委至少拔掉8到12位 最近在立法院在野党团有多次议题合作 做出很多的成绩 我们期盼在野党团更加紧合作 展现制衡力量 绿局联盟不是不可能的任务 一旦两党谈诚开始进行联署 明年预计就能提出申请罢免 只是被点名的国民党立委 个个没再怕直接定调不甩假议题 亲民党说是假新闻 他说新闻假的 他们没有这样讲 还是民党自己 上次罢免行政院长沉冲不沉 这次改罢免国民党立委 就算难度不小 在野党要传达的是人民心中的怒火 好 究竟这个 来文志 亲民党抛出是假议题 还是现在立法委员 51期国民党立法有多少根本是假改革 来 你怎么看 这应该不是假议题 因为我想亲民党 包括台联党在立法院 几次的这一年来 这半年来的表决 那么每一次国民党都是侠他的多数 那么其实背离民意 我来数给大家听嘛 瘦肉精的时候 大家记不记得啊 刚开始国民党的几个委员提案 零检出啊 有几个 郑如芬 对不对 这个 黄昭顺 他们不是连署 他们是提案哦 提案哦 提案哦 我提案还比他慢 我提案还排在后面 他比较烂的 又跑到头上了对吧 没来他们一开始也说人民健康啊 他最后怎么表决 这几个人最后顶多是不出席 像郑如芬 对不对 最后还是侠他的多数 民进党即使在立法院占了五天四夜 最后得到的结果还是如此 邮电双掌的时候怎么样 邮电双掌的时候 一样 一样 他用各种不同的理由 认为说他再给他几个月检讨 那么希望说 我们再提出这个改革方案 倒阁案的时候 是不是一样 当然他就说财经内阁要换 这个内阁不行 有人上电视 每天说陈冲 这受不了 这个马英九怎么派这样的人 结果他投票怎么样 我们已经经过非常多次了 坦白讲 我们在立法院 那么因为少数 有时候大家流行一句话 就收钱不输 但是投票不赢 就我们都站在这个礼路上 但是投票 这个非常的无奈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这个赢过 所以我想 这个情绪一直在酝酿当中 在野党结盟 然后希望说 大家 其实我想罢免马英九也有共识 但是因为罢免总统非常的困难 那所以 必须要可能在这些表决上 那么有些立委 他的言行非常的不一 每天 也不是只有在电视节目 在立法院的咨询 其实也是大放厥词 那么听起来 你如果投委没在听 没看他投票的结果 想说 应该来加入我们这一党 但是结果 其实不是 所以我觉得 这样的一个做法 这个所有的民众 应该要正亮眼睛 应该要正亮眼睛 但是我要提一下 因为刚刚大家都提 坐飞机 或者坐船要沉没了 飞机 飞机要隐姓 飞机要隐姓 现在 现在我们的马英九 马英九算是机长 马英九不是这样 他是 他是知道飞机 有隐姓 他不是去拆隐姓 他是赶快发给他相关的人 他周边的人 大家有大的降落伞 那你劳工有没有降落伞 你自己去判断 劳工朋友现在 有的人赶快去急 他发给你很像降落伞的书包 对啊 做胶带 这很可能 很可能 现在我们的政府就是这样 因为为什么 因为马英九自己 马英九自己缠着一个 他633 他本来说做不到 他要捐钱 他捐了没有 都没有 马英九自己问题很多 马英九过去有绿卡 后来有党职并工职 那么他要领他的丰厚的 这个总统领域金 未来的这个退休奉 待会我们再算给大家听 那么他有那么多 他都等着 他都等着 在他这个有生之年 他要好好的继续 做完他这档飞机这个旅程 所以他只能照顾他周边的人 有降落伞 其他的人 你自求生路 我觉得现在的心态就是如此 所以无感啊 是这样子啊 这个我其实回忆 我今天说很多 我三下结论就是 掉下去你有没有降落伞 大家都一样 就国家完蛋了 难道会只有980万劳工完蛋吗 我妈妈是在电子工厂 这个做工作 要保养大的 那我爸爸因为是做厨师 很早就得费还死掉了 我妈妈的工作 是一个月一万九千块 栽培我独到承大 他劳保就是保着一万八一万九 一直绞一直绞 绞到他工作没有了 还跑去油漆工会 因为刚到这儿又差了 还在绞那个保费 那脚派费以前 交流报是为了看白 然后后来呢 有失业给付不错 有生育给付 然后现在脚了几十年 就会问说 我什么想要退休 那比以前来干嘛 帮孩子还读书的债 家里买房子 看有没有尾款 多脚一点 少脚一点贷款 你知道全台湾980万劳工 我在社区我常问说 你们家有流报的人 平均每一户都两个以上 980万 我们现在台湾没有2300万人 只有2200多万人而已 扣掉油章 他已经退休了 这980万其实是台湾的主力人口 而这主力人口里面 所得三万块以下的 360万人 如果到四万的话 其实五六百万都在四万块以下 他们贷的没多了 然后109万一定要靠保费 他的税金一毛钱都跑不掉 因为老板一定向他扣脚起来 这些人是老老实实缴税 一辈子缴税 保费一毛钱都没有欠你政府的 结果现在出事了 他说你才是缴税的 你贏得比较少的 然后到底要怎么做 也不告诉他们 他们也许我妈妈只有国小毕业 后来自修读到国中 大多数像这样的人 他们不知道制度怎么改 他不知道他的账路在那里 到处问 议员啊 我这个要扮得没 我那个要去扮得没 去抽牌 你知道那个从早上排队 排一千多号 从早上九点排到下午点 他才能问一句说 我这个应该拿没 你就有十分钟 因为太多人要问了 这是什么狗政府啊 这是什么烂政府 人民信任你一辈子 你到这最后 你不相信没问题 那上个礼拜要立法 政府要不要负罪中责任 国民党立委出来挡掉 然后两百零二亿 每一年每一年每一年 才提供的公民党 你还要挡掉这个资金 你还是要发 你挡掉 这个立委名单 这个名单大家去 Google去查都有 我要讲这里面有两种人 一种是言行不一的 你说罗书类委员 那大家平常也不错啊 蔡政委员委员 你讲得很好啊 甚至丁守中委员 讲得搞不好 我讲得都没他漂亮啊 你们投票的时候 怎么跟你讲得不一样 我如果是选民 我要问你们 你投票的时候 为什么跟你讲得不一样 你磨磨良心 你说的 你是平常讲话话呢 还是你投票的时候 有不得已的苦衷 你讲给我听 那第二种是违背你的名义的 比方说林国正 你小港前证 都是勒工 你竟然敢去投反对评 你竟然反对勒工的勒布 政府要负最终的责任 你竟然把两百零二亿 補掉的 继续发现 已经拿那位军公告 可以额拿付金 你的选区小港前证 你的选民啊 你违背你的选民 很多这样的立委 江启臣 这个丰园 当时 一直到武林山区 都是农民 农民跟工人 你怎么投的 你投反对票 所以我们 我们现在 这些九百八十万劳工 等一下干扣 等一下痛心 我讲真的 不是没有办法 你只要百分之一 九万八千人 百分之一的二 你就站在凯道上面 你只要百分之一的劳工 站在凯道上面 现在执政的人 要破搭 现在在野的人 要汗颜 我讲真的 百分之一的九万 九万八千劳工 站在那边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去陪他站 告诉他说 这个不公不义的政府 你欺负劳工到这种程度 连蓝绿做过关的人 都看不下去 这个事情 如果不赶快 让它稳定下来的话 你知道基层这些 很可憐的基层德纲 现在每天晚上睡不着觉 你知道吗 那徐老师 其实我觉得 我听定宇这样讲 他真的是把最基层 现在的痛苦讲出来 可是这些人是多数 我们前面讲 九百多万人 小英你刚才拿中国时报 对不对 拿旺报 拿联合报 其实我们要知道 没有今天拿的都是旺旺系统的 这些人 这些员工 选举的时候 可能都支持马英九 言论也支持马英九 可是小英他们是拿劳保的 他们没有什么 退休年终未问金 他们也没有军工教 什么退辅基金 这些人都拿劳保 我就说九百多万人不是都是绿的 如果都绿的绿早就执政了 国民党的支持者也不是只有金公教啊 对 很多劳工也支持国民党啊 刚才拿这个 我们前面讲 其实很多邻国政这些选区都是劳工的 小英我要再更问一个问题 国民党做啥没来投票 有12个人没来投票 杨秋英这些委员 选区里面也都是劳工啊 也是农民啊 都不来投票 你们不来投票是什么意思 是支持民进党的呢 还是支持国民党 是反对要删掉了 还是支持要删掉 小英 如果这12票出来表态 12加民党是15票 57票是过半的哦 我的意思是说 国民党很多立委 有的是在节目上讲 然后呢 私底下投票又另外一回事 可是我觉得更有很多立委 知道不能得罪自己的选民 可是又不敢得罪党 结果怎样 不来投票 我想请问这12票是怎样 小英罢免不是不可能 基隆市现在不是在连署谁 张通融啊 这么差的市场你可以罢免他 立委不可以吗 来 国总大哥 刚才听了王顶务議員 说那番会让人感觉很亲密 国民党为什么 咋说这是一个假疑的 我们才研究出什么 刚才大家都去小港前阵林国阵 那个美国民党收集就过了 他就没怕了 同时美国的收集 他怕到新年代投票就不敢来 他只能说会是 好 好 那个人哪里就没了 因为那些身体大家会害怕了 这次这老婆的事情 为什么咋在那里反对 你认为那些是因为假疑地吗 如果这些事情不公平 发下去疑地跟资有提到没提到 那就变成疑地了 所以大家都要王顶务说一句话 国民党教的是怎样 你看10行的 六甘团体有怎样 如果六甘团体好像几百人 献到过两个时候 那些立法委员坐在那里看这二甘团体就流不起来 他怎么会怕 如果你说百分之一的人出来 十分之一的人出来 你说不要说那些立法委员的马英九就出来说话了 现在马英九无关事 就美政府人无关事 你也不要说话了 你 每天都点点点点不在乎的事情 你管一管就无关事啊 很好吧 还过得去吧 对 有时以来最好的 但是我们来想看看 朋友怎么有那个时间 我们这样兄弟一天早14点 很久忽然没有这些退休金 这些退休的人多 他仅仅在招命 拜六礼拜去加一根搬一根 去搬一根搬一根 你遇到那一天的奖壇 可能你整四人都认不得了 他没想到去想到那些 他不是像退休的军工到另外的 他有办法去坐那些带你坐 他没法度 我驚你一天去 我没有孩子在家裡待 没有人物质 没有饭钱 要怎样 我来做一天就一天的钱 所以中心比心 又不懂立法委员 他扣你扣你这样嘛 你没法度叫人出来 你不像你跟他十万人出来 叫他吗 十万人在家里 立法委员 刚才他到外面反对 敢啦 你就点点 他就说这是夷夷夷 你如果听到夷夷夷 你实在一百度就去了 三马青的时候 很多民众 卡住了 你会担到 很多人不敢去 对啊 其实这个问题很严重 但是现在这个问题 跟我们的力量 没有啊 为什么他说你这是夷夷夷 所以不可以给你夷 但是我在这边没有去夷 而且但是elly 有的是ication 不要說你多多,三個黨主席 不要再靠黨團,你看他們的黨團 不要再靠什麼協商 三個黨主席出來坐在那裡 讓全國的路程看 說你們三個在那裡 到底有要做不要做 這不是真棒的 為什麼大家都覺得 不管過不過得了 都要教訓這些國民黨立法委員 其實罷免立委是第一步 包括馬英九總統 為什麼呢? 為什麼吉總統也很高興 我們休息片刻要告訴官員朋友 姚文智今天開了一場記者會 他強烈懷疑 馬總統黨執並公職 讓自己可以細細領他的月退縫 包括第一夫人 第一夫人周美清,將心比心 那吃的肉呢? 三種的利息,13%的利息 173萬元 這樣的第一家庭真的OK嗎? 我們休息片刻再回來馬上開放口音 謝謝大家